当冰敦敦为S锤妈 冬奥顶级吉祥物 与锤星开挂王母亲之间对决 谁才是真正的最强王者 一边是最近的热搜话题冰敦敦 一边是最爱管教锤锤的锤妈 他们发生大战 谁能获胜呢 支持冰敦敦的抠敦敦最可爱 支持锤妈抠锤妈YYDS 先说锤妈 作为锤星最强王者锤锤的母亲 锤星最高权力的统治者 她的儿子锤锤 已经在锤星达到了全知全能的境界 不但能变身铠家勇士 打击犯罪 而且就算面对想要毁掉 宇宙中一半人类的灭霸 也能只用一招牵手观音干掉 就连面对外星人 也能变身奥特曼 和最强版的龙珠悟空状态 以及开心超人等多种形态 能力简直强到没朋友 更何况还能在我的世界里 成为服务器之主 就连大boss墨影龙 也能被轻松降服 以至于在锤星根本没有任何的对手 可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在她之上 还有只要怒气直叠满 就能秒天秒地秒空气的锤妈 只要她想 就连齐天大圣 也能轻松变化 更何况 锤妈作为家里的掌权者 手中的财富 可以说是锤星首富 只要锤妈存在 那就是YYDS 大家喜欢锤妈的话 就给锤妈点赞支持 说完锤妈 就要说起最近的顶流吉祥物 冰敦敦了 作为最近的顶流猛虫 那可真不会是谋化了全世界 很多外国有人都对她爱不释手 冰敦敦作为我们的国宝大熊猫 原本就已经十分的珍贵了 再加上冬奥魔法的加持 更加体现了可贵的冰敦敦 当她跟同时期的顶流吉祥物 雪融融同时出现 绝对是最吸引人的存在 冰敦敦并不只是我们心目中的猛虫 其实她在奥运会场中 更是奥运健儿心中的信仰 冰敦敦抛弃了传统元素 充满未来感 时代感 速度感 整体造型像航天员 是一位来自未来的冰雪运动专家 寓意现代科技和冰雪运动的结合 所以冰敦敦的实力 也仅仅比锤妈低了一点点 综上对比 锤妈在锤星依旧是永远的神 可是如果在奥运会场上 绝对是冰敦敦的主场 不知道大家更支持锤妈 还是冰敦敦呢 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吧 更多精彩内容 咱们下期再见